嗨 大家早安 今天呢是新的Vlog的開場 今天是禮拜五 已經10月15號了吧 然後前陣子呢就是大概有好幾天那我都沒有拍Vlog 對 生活真的好忙齁 有了小孩之後然後又要顧小孩然後又要工作啊等等的 那我等一下下午呢要來拍Youtube影片 其實我平常呢就是一次拍的話就會拍比較多支 就是大概三到五支吧 那其實三到五支就可以大概是一個月的量對不對 但我們現在就是一週呢會有固定禮拜四 會是知識類的影片 然後每週一呢就是我的這個Vlog這樣 我現在呢就是要來準備化妝 在化妝的同時呢想說也跟大家可以聊聊天 我們最近就是把Miki送去拖音的一些感受跟想法 我就是邊畫然後邊跟大家分享 化妝相關問題的話呢 如果有人問的話之後的Vlog再來介紹一下我平常化妝用的東西 那我化妝都很簡單啦 基本上不會有太困難的步驟 下個月啊其實就是Miki的生日了 我跟Miki都是天蠍座 然後我們生日只差六天而已 喔講到這個也有一個故事跟大家分享喔 就是要生Miki的時候 因為我一開始都一直決定要剖腹嘛 那去給老師算個那個剖腹日期好了 那個期間呢就剛好有可能遇到我的生日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欸如果有兒子跟我同一天生日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問老師說欸老師能不能幫我看一下就是11月16號這個時間好不好之類的 結果呢我大概問了兩三個吧 反正他們都說去年11月16號並不是一個什麼好的日子 就沒有很推薦我在那天去做剖腹這樣 我那時候想說啊就是有點可惜 原本還想說可以跟兒子同一天生日這樣子 我剛有提到說因為我一開始都一直很想要剖腹嘛 相關的故事我就不再講一遍 因為之前有拍完整的一支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總之那我後來就變自然產了 我就提早症痛這樣子 重點是我那時候選的剖腹日期呢 是醫生給我的那個期間那個第一天喔 Micky還是等不到那時候 所以他就提早出來了 有一天我不知道幹嘛 就是可能要幫他弄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需要知道他的農曆生日吧 我就發現他農曆生日居然跟我同一天欸 然後我就覺得哇很神奇 Micky可能就是想說欸國立時間啊老師都覺得不好對不對 那不如呢他就自己決定了一個時間 然後農曆生日跟我同一天 就覺得欸好像有點貼心嗎 所以下個月是Micky的生日嘛 然後我們在10月的時候呢就決定要送他去脫嬰了 雖然我們都是自由工作者 可是其實如果你有生過小孩帶過小孩 在小孩的這個年紀呢 他已經不是像小baby一樣就是躺在那邊睡覺 他現在呢就是活動量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需要白天呢就是都要陪他 完全沒辦法工作 然後這個就會大大的影響到我們的一些工作效率啊 然後再加上就是以前呢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比如說開會啊然後或是要拍片啊 我們都會送去我媽媽那邊 他現在也開始會走路了嘛 然後就變得其實更難顧這樣子 我覺得他現在有時候如果遇到別的小朋友啊 就對別的小朋友感到好奇這樣 綜合考量之下呢我們就想說 想把他送去就是拖嬰這樣子 然後除了可以幫助我們工作比較有效率啊 然後比較完整的時間工作之外呢 然後他也可以有一些不一樣的刺激 包含了老師啊然後或是他的一些同學之類的 其實他當時去的時候 的確就跟大部分的爸媽們會遇到的狀況一樣 他就是會哭啊 因為他就覺得說 欸怎麼跟爸爸媽媽分開了 父母真的也會很難過耶 因為那時候我們回來的時候啊 就是老師都會回報嘛 然後我就覺得喔好可憐喔 然後我也自己默默的流淚這樣 其實也真的蠻捨不得的 但又覺得這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總之呢他現在去上學大概已經一兩週了嘛 然後我覺得他現在就是每天每天在比 前一天還要再更進步 就覺得很棒 再來就是說他現在也 慢慢的觀察同學在玩什麼啊 甚至可以跟同學一起玩了 然後我就覺得 做這個決定真的是蠻正確的 因為像我們現在就是 有更完整的 無論是工作時間啊 或是跟夫妻之間的相處時間啊等等 然後也不會一整天顧小孩 會覺得很累這樣子 就是情緒啊都會不太好 反而就是整個生活品質大幅提升耶 白天的時候啊 我們就是可以認真工作 然後等到他下課的時候 很期待看到他嘛 然後反而陪伴他的時間是更有質感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真的蠻不錯的 好我現在已經畫完眼睛了 基本上我就是會上一點眼影 在上面跟下面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我就會 夾睫毛 我現在都不用畫眉毛 因為我就都去霧眉了 我覺得超方便的 然後睫毛的部分呢 我其實都會去做那個角蛋白耶 只是說角蛋白它維持的時間 大概就是兩三週吧 接下來就會平掉 然後平掉之後呢 就必須用這個夾一夾 然後再去上睫毛勾 上睫毛的時間 可能沒辦法講話 怕會刷到外面 我的眼妝就完成了 接著呢我會修容一下 就是會去買一項這種 修容盤 然後會在臉的 四周刷 喔!講到這個 有一件很糗的事欸 就是我之前在修容的時候啊 好像就沒有把它弄均勻還幹嘛的吧 然後有一次拍片啊 這邊就很像長的那個烙腮虎 就很黑啊 我就覺得聽得太糗了吧 但不知道有沒有觀眾發現 後來呢 我就會特別的注意這一塊 就是少量多次的這樣子修吧 再來呢我會用中間這個顏色 比較亮 然後我就會讓它打亮 七次補位 然後還有兩邊這樣 OK! 這樣子我的妝就完成了 然後呢還在上個口紅 嗯 我的口紅都很少用完過欸 怎麼這樣 這就是我今天的妝容 然後我接下來呢 就是要去拍影片了 我們待會見囉 我不小心被關在門裡面了 摸出來 你不小心被關在裡面了對不對 對 有人的大屁股露在外面 摸摸呀 摸摸 欸 哈囉 你的大屁股露在外面欸 那通常呢我們就是 在確認腳本之後啊 我要拍攝之前 我有時候會把它列印出來 然後在上面做筆記 然後這就是我今天要拍攝的 主題 整個被我寫的很亂 等一下要拍攝的主題呢 一直是在講人生設計 在講就是 要怎麼找到自己的興趣啊 要怎麼設計自己的人生 這樣子的一個主題 然後另一個主題呢 我也覺得很有趣 大家有沒有覺得現在不論是 線上的學院 或是線下的學院都非常的多 因為我自己也蠻喜歡上課的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 我有去上過的一些學院啊 然後跟大家分享他們的優缺點 然後適合誰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這兩支影片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Celina 我目前呢是一位 生活理財的Youtuber 那同時呢也是 Money Map 財商學習品牌的創辦人 那我們的目標呢 就是希望可以打造 比較適合財商學習品牌 讓大家都可以不再為錢煩惱 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呢 要怎麼找到自己的興趣 要怎麼開始 透過找到自己的戲劇跟熱情呢 進來設計自己的理想生活 MAKY今天穿得有模有樣 欸有有模有樣 有模有樣 你看這個襯衫 小襯衫 小褲褲 跟大家哈嘍 嗨 鞋子太大了是不是 鞋子好怪對不對 有有有有有 來來來我幫你我幫你 要喝醉酒 不想走是不是 鞋子太大了 鞋子太大了 我們今天來到台北教育大學 來上課 來上那個 有關兒童財商教育的課程 很久沒有來到校園了 有一種非常青春的感覺 所以我們剛在地下室 搞不好 對面是有同餐 對啊 所以我們才搭妹妹 對 搭錯了 太久沒當大學生了 這個人上課 好像每次都很累 每次都很淹屍 各位同學 男生跟女生 今天男生 男生 男生 這哪一邊 這樣好像 好像在做 家裡代工 剛剛那個醜醬都好像醜嗎 應該會有一些吧 我剛剛看的時候都沒有留言欸 還是留言太困難了 那還好吧 省錢招式啊 你摺膩的我摺我的好了 因為我的遮法跟我的遮法不太一樣 你的遮法跟我的遮法不一樣 因為你嫌棄我的遮法 不是嫌棄 是我衣櫃比較小喔 能放的衣服不多 我要遮小一點 親子的光 欸欸欸欸 交給弟弟 完全不離我 怎麼進 愛 沒進 我是幫他 剪修的 哎呀 這樣 大家會相信我 不然對不對 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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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Miki 你要把你的工具章給拆了嗎 寶貝 這是他的新玩具 爹弟買給他的 對不對 你有開心嗎 你有開心嗎 寶貝 好像還好 然後這個籃球框也是爹弟買的 新玩具 對不對 Miki Miki 媽咪最近都在拍Vlog 最近都在拍Vlog 我們父子 他常常保持好形象 保持好形象 要不然都會被網友看到我們 要不然都會被網友看到 太真實了一面了 你跟他講話 你跟小綠講話 你說哈囉小綠 對 你以前很怕他 現在不怕他 對不對 你已經戰勝你的恐懼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今天呢 突然變得蠻冷的 所以我想要來整理一下 Miki的衣櫃 幫他換季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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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ki泡來 放浴館 哈囉 小朋友來了是不是 這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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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還 又要攻擊桌上的東西了 對不對 要跟大家打招呼嗎 哈囉 我是Miki 我是搗蛋鬼 搗蛋鬼 對不對 什麼東西都想拿 所以我封印在左邊了 這樣是不是不能亂走亂爬了 對不對 你怎麼那麼快就吃完一個 可是我這次給他吃這個飲料 他可以吃比較久的 好 好 你再拿一個 一次拿那麼多個 一次拿那麼多個 好 先吃一個 先吃一個 耶 歪頭喔 摩摩 你是不是肚子餓了 你有肚子餓嗎 好 過來 來 媽咪給你吃晚餐 來給他一個罐頭 你看他就來了 稍等喔 稍等喔 好 稍等喔 你餓嗎 好餓是不是 好 稍等喔 有肚子餓 我來給他這個罐頭 準備好了 請吃 吃 好 親親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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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